能共存两个吗 能不能共存两一个 能共存两组一样的吗 K能共存两个一样的吗 不能 不能 你信吗 它不能 所以说的话呢 它具有过离的作用 这个对象里面 如果有相同的 相同的K值 相同的鉴值 它会起到一个过离的作用 只剩下一条 它只会起一条 好 这个就好办了 我们就一计 它只起一条这个特性 它会过离掉一条 这个特性 好 来进行一个操作 那首先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 首先我们做一个判断 如果说它这个对象里面 不存在这么一个鉴名 不存在这么一个鉴名 就是new data 不存在哪个鉴名呢 我们以哪个指挥鉴名 cid 行不行 肯定是 这个地方是中口号 cid 以cid作为鉴名 如果它不存在的话 说明这个对象里面 没有这个cid 好 比方说没有荤菜里的 没有素菜里的 对不对 好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往它里面去 怎么了 往它里面去添加数据了 最后添加出来的话 它可能是个样子 它可能是这个样子 new data new data 然后的话呢 比方说cid cid为多少呢 cid为这个 89 8769 然后的话呢 好 这个样子 然后里面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些 好 剩下的这些 好 这些数据了 对吧 图片呀 这些之类的 好 它是这个样子 好 我们就依据这个值 以cid作为它的鉴名 cid鉴名 那其他的值的话呢 我们就作为 然后值来给它传进去 那首先的话我们传第一个值 第一个值 ok 然后的话呢 鉴和值都是一样的话 它就是这个样子 对吧 然后取一个就可以 然后的话呢 cid cid要不要 要 cid也要 cid也要 好 然后的话 第二个值的话呢 我们看 接下来看这个地方 好 这两个有了 对吧 这两个也有了 然后的话 看这个 好 这个 这个是个数组 对吧 这个是个数组类型 好 这个是个数组类型 好 过来过来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是个数组类型 那怎么办呢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还没有的 对吧 那么给它空空数组 这个指定是一个数组 是一个空 先给它一个空值 ok 然后的话呢 过来啊 过来 ok 之后的话呢 现在来到这个地方之后的话呢 好 对象 口号 new data 哦不对呀 这样 亦父亦父 亦父 它不存在 这个鉴子不存在 不存在 我们不应该是这么写的 我们应该往里面添加 往这个对象里面去添加 我这个对象里面去添加 那就new data new data 我们说new data 以cid作为鉴名 cd cd作为鉴名 cd 下cd里面 cd 后面的 鉴 鉴油了 对吧 鉴是cd 然后直的话就是括号里面的这些了 好 就括号里面这些 好 扔进来 好 这样收一下吧 下面 后面收一下 这个编 这个编辑机太难用了 我的天 好 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ok 换成这个样子 这样行了吧 对吧 好 然后的话接下来过来 过来这边的话 我现在这个里面已经有了 它现在是个什么样子的 它现在是个什么样子的 好 现在我们看它岂是这个样子 cd 比方说cd是8790 然后的话呢 然后过来 过来之后的话呢 它又有了 好 然后说这个 荤菜 蔬菜类 蔬菜类 好 下来 下来之后它有3d 3d 3d 然后的话呢 是890 好 这个样子 980 然后呢 下来 有了这个值 好 这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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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值的话 现在还是个空数族 对吧 空数族 空数族的话呢 我们之前说了 这个空数族里面的话 就放我们所有的商品了 看到没有 是这些了 好 就把这些值 好 什么图片呀 名称了 好 销售量啊 商品单价 全部push进去 全部push到这个数族 空数族里面来 对不对 好 它目前的形状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便利便的话 它现在是这个样子 OK 那现在的话 我们把它去掉 现在我们要把 我要往这个 好 要往这个空数族里面来便利数据 然后可以来到外部了 好 来到外部之后的话呢 可以让它来便利数据 那就是肯定是new datacid newdatacid newdatacid 它这个对象 对吧 对象里面的哪个值呢 就它了 好 它 往它里面push push 哎呀 我的天哪 push什么呢 push剩下的值 我们现在往对象里面解构的话呢 只解构了这个跟这个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方控制台 我们现在只解构了这个值 对不对 还有这个值 这两个值 那剩下的话呢 剩下其一的值 好 什么图片呀 什么名称呀 什么销量之类的 我们全部都给它怎么办呢 给它扔到这个数族里面来 那我如何取剩余的值呢 好 取剩余的值 还记得我之前讲 node jns端那个 教研那一块吗 那个教研那一块 我们不是往那个 往那个对象里面去传了一个什么 往对象里面去传了一个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一下讲的讲的 我自己都忘了 讲到哪个地方 好 我们看一下node端 好 点餐node端 我们这个地方不是做了一个教研吗 好 这个地方做了一个教研 好 在最顶部上面 好 三个点 接收什么值呢 接收剩下的值 对吧 接收不过你参数 如果我我传了七八个九十 传十个值过来 他都在这个地方接收到 对不对 都可以接受到 那那帮你传一百个 他都在这个地方接收到 我们三个点之后就可以接收到 好 剩余的参数 明白了吗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同样可以把剩 用三个点把剩余的参数给它取出来 好 所以说的话 那么也来到这个地方 好 就加三个点 好 对吧 然后三个点 三点点点 然后data 对三个点之后的话 我就可以把剩余的数据 好 除去cid 还有我们指定的这个 好 分类名 还有cid 然后剩下的这些指什么图片 什么名称之类的 全部在这三个点里面提到 好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把它铺持进去 data 好 这样就ok了 这样我就可以将它铺持进去 好 这样我就完了 明白了吗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搞定它了 然后收上来 收上来之后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来到这个地方 进行一个打印 看一看 好 进行一个打印 好 Consted log 好 打印哪个呢 打印 new data 现在我们已经重组了一个对象 不得扔到里面来了 好 现在的话 我们可以来调试一下银行说 那调试之前我们先来检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毛病 因为这个调试挺麻烦的 好 打开车来调试 然后如果出错的话 我们要跑过来改 我们先看一下 那这个是个空数组 对吧 然后过来做一个 forH 好 is 这个地方注意 我们数据都在data里面 data才是个数组 跟上面这个是一样的 所以是is.data 那点data的话 这个地方要改一下 好 是is.data 然后再改一下 然后点forH 好 做便利 然后看一下这个地方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对象取出来 好 可以对着这边来改 看看里面有没有哪个值钱错的 CAT GUR1 好 CAD CID 好 OK 然后的话呢 这个CID 好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这个对上 这个对上没有问题 好 这个也没有问题 好 这两个对上 没有问题 好 这个对上也没有问题 好 CID 没有问题 OK 现在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现在我们来看打印一下 看看有没有重组出来 好 现在先contrress 保存一下这个界面 现在我们来打印 看这个地方得到的结果 好 打印这个地方得到结果 我把上面把这个注释掉 好 免得干扰我们 我们现在看这个地方 好 现在的话呢 但cut里面我来打印一下 免得出错 我们要看一下它错 我到底出在哪个地方 好 把这个EROR 传进来 好 保存一下 现在我开启银数的本地调试 好 怎么调试呢 好 来到这个地方还是一样的 右键开启银数本地调试 OK 等着它打开 好 来到这地方 然后点它一下 然后来到这个地方勾选一下 开启银数本地调试 好 然后来到这个地方等着它看看 如果出错的话就要出来了 好 现在没有出错 好 现在我们要来对它进行应询 应询的话还是一样 手动出发 手动出发 然后来到这个地方直接点吊勇 好 看到没有出来 他看到没有出来了 对吧 好 出来之后 他看到吗 他给我们重组了一个荤菜 蔬菜酒水的 好 是这个样子的 看到没有 好 是这个样子的 是这个样子的 他以好 之前我给他讲了 他以CID来作为这个建民 对吧 他又是一个对象 这个里面又是一个对象 又是一个对象 三个对象 好的 总的一个对象 然后对象里面又有三个对象 这是一个对象 看到吗 我们已经得到了 对吧 在这个里面 在这个CID作为建民的里面 好 看到没有 好 荤菜类的 有六个对吧 好 CID是这个 然后的话里面有六个 就得到我们之前所设计的这个了 对不对 还跟我设计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好 把这个关一下 然后来到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下 看看是不是跟我们之前设计的一样的 看到没有 好 分类的 然后CID 对吧 然后这个 好 go.curing 好里面 是不是 是不是一个一个对象 好 然后他呢 ID肯定有一个ID 好 首先是图片 对吧 图片是个书组 然后的话呢 好 内蒙什么之类的 全都在了 对吧 然后有六个商品 好 蔬菜类的也六个商品 然后的话呢 看 荤菜类的也六个商品 好 然后的话呢 看酒水类也六个商品 好 这些都是我想三六一十八个 总共十八个 对吧 然后都是提出的 都是好 没有下架的 好 因为收集库总共21个 我们取没有下架的就下架了三个 那剩余的话呢 没有下架的就十八个 好 总的三六十八 这样我们就重组出来了 但重组出还有一个问题啊 大家看 这个地方我们要把它去掉的 对不对 因为里面还有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 它是个剑名啊 这是个剑名啊 里面的才是它的值 我们知道对象都有剑和直组成 对吧 剑和直组成 冒号前面是剑 也就这个冒号前面 它是剑 对不对 冒号前面是剑 然后冒号后面是直 好 这个里面一个冒号吧 对吧 冒号后面是它的直 所以我们得把冒号前面 这个给它去掉 冒号前面给它去掉 其冒号后面作为一个对象 好 现在我们要来改了 然后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要过来 好 这个开发控制 我们就不用管了 不用把它关掉 因为这个地方勾选了文件变更时 自动重新加载 你说我们我们在 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重新改来之后 保存之后 这个银号说控制它 会重新变更你的代码 好 然后这地方我们要重新进行改了啊 这个地方 好 要重新进行一下 取出它的值来 好 不要键去键 取出值 然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就很好办了 很简单了 如果是传统的yes5的话 我们还有点麻烦 我们要重新面临 但是yes6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法 好 yes6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法 我们直接可以取到冒号后面的值 好 去掉键 let 我们重新得到 得到结果 好 比方说 等于好 yes6给我们提供的方法 就是object 大型 objct 好 里面这个 values 就这个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起到它的值 因为我们知道对象嘛 对吧 我们对象是不是这么组成了 内蒙 好 然后的话呢 好 然后马云对吧 马云 好 我们说这个是 这是一个对象 对象的 这个是键 好 这个是值 我目前展示的话 cid作为键了 我们得把这个内蒙给它去掉 然后起后面这一项 是不是 我们用这个方法的话 它可以起到 它可以起到这个对象里面的马云 好 而起到冒号前面的 好 明白了吗 还是这么样子 因为我们现在的 我们现在的这个数据的结构 就是跟这个是一样的 好 然后重新来 然后把这个直接扔进去 好吧 得到结果直接扔进去 现在我们再来打印一遍 好 打印这个last 好 现在保存一下 好 保存之后的话 现在我们在它应该重新变更了 我们来看一下 一行数 好 看到没有 韩数重载完成 也就是我们保存之后 它坚定了 我们变更了 代码变更 然后我们重新再来调用一下 好 看到没有 这样就出来了 好 这个是我们之前的 对吧 看到没有 这样我们就直接取出来了 OK 看到没有 它把我们的键给弃掉了 只起到直 只起到这些了 看到没有 好 这样就OK了 这是我们首要的结果 是吧 它自动给我们重新分类了 好 素材类的重新分 分到这个里面来了 好 荤材类分到这个里面 酒水类分到这个里面 好 这个就是我们首要的结果 这样的话 我们就在前的就好办了 是吧 好 这样拉下来 好 然后的话 好 比方说这个值 素材类 好 好 把它变利到这个地方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个素组里面的值 好 往这个地方进行变利 是吧 因为它同 它都是里面的都是素材的 好 你不信你来看吧 里面都是素材的 好 第一个值什么 烧茄子 是不是素材的 是吧 那第二个值 白菜是不是素材的 好 第三个值 酱爆茄子也是素材的 那第三个值 韭菜炒鸡蛋也是素材类的 好 你你不信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荤菜类的 好 红烧螺肥也 荤菜的 说好 鱼香肉丝啊 好 随便看两个青椒炒肉片 好 土豆炖鸡有 这都是 好 你要看这个 你给我们只要看到这个 你看后台管理的 你也就知道了 它是在哪个分类下 后台管理有明确的标识 好 这样就得到它了 得到它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翻个前端了 然后接下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看一下 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删的了 这个我们不要了 这个可以关掉 不要 然后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可以将它返回去了 然后这个 把这个就是去掉它 这个放着 我最重要返回的只是这个对吧 然后把这个关掉 不要 这个不要它打印了 然后过来 过来之后 我们要反给前端 好 如何反给前端 那return就可以反给前端了 好 return 我们直接return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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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退 我们直接反个对象回去 好 那首先对象 我们还给一个建制队 建制队 建制队 我们给 is is as 干吧 cate ct的话呢 cte的话呢 反给你一个 ct 就上面这个 好 把这个取下来 这个我们已经得到类目 这个是类目 好 然后下来下来的话 我们再给一个键 好 那话呢 dis 好 值的话呢 就是这个了 好 就得到的这个 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反给前端了 反给前端 但出现错误 然后我们也反一下给前端了 好 最探 好 1 2 OK 这样就完成了 好 收一下这个代码 好 然后的话呢 这样就OK了 然后把这个缩进来一点 给大家看一下 好 这个编辑器实在是太难用了 用着有点不爽 好 这样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 那么把这些可不要的空格给它好留着吧 你们大家自己去看 好 保存一下 我看一下也还有没有问题的 不然我们部署上去的话呢 又要要改一下 改一下 要重新部署 这个很麻烦 好 没有问题了 对吧 应该是没有问题 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现在就可以将它部署到我们的服务器上面 部署到我们服务器上面 去银行数上面 我们不用花钱的 这个服务器啊 我们点右键 然后开始上传 开始上传 并你看 第二个开始上传并部署所有文件 第二个的话呢 银端安装依赖 不不上传这个node module 就这个他不 他他不上传 因为这个文件很大的啊 之前我们说过了 他少则几十兆 大多则也是上百兆 我上传 要是你把这个上传上去的话 时间就有点慢 我们不上传他 不上传他 让他在啊 云端安装 用这个银行数云端 他会自己从这个package 内接生这个文件里面去找 去找你用哪些模块 找到之后 他会自动进行npm install的安装 好 所以说的话 我们云端不安装依赖 点击这个上传并部署 好 我们等着他 好 现在他进行上传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还没有完成的啊 还没有完成 他正在上传 你不要直接去调用了 现在还没有上传完成 上传完成 这个地方会有提示的 你等着啊 你过一会就看得到了 好 我们等着他吧 好 OK 看到没有 他已经是 这个才是真正的上传完成 看到没有 上传银行数 上传完成之后 我们来到银开发控制台 来到银开发控制台之后 找到这个银行数 点餐 哦 这个银行数 sorry sorry 我这个环境没有设置上去啊 环境没有设置上去啊 所以导致我那个 我现在重新设置下这个环境 环境的话 我点课程点餐是这个啊 我刚才没有 我刚才那那 我刚才没有把这个银行数 环境没有切换下 大家注意要选择一下你的环境 因为我刚才没有把这个环境搞下 现在我要重新上传 所以他没有 好 重新部署并创建 营端安装依赖 OK 现在重新上传 好 我上传到其他环境去的了啊 因为我有好多环境 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啊 好 我们等着重新来吧 哎呀 好 OK 看上传完成了 好 现在就有了 打开应该反控制台 找到银行所 然后刷新下 看到没有 现在就部署上来了 好 现在他已经是个在线的 在服务器上了 在服务器上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前端就可以来调用这个银行数了 就可以得到我们rayton里面返回的数据 好 这样就完成了 好吧 那这节课就讲到这个地方吧 咱们下节课来从前段来调这个银行数 就可以得到 他所返回的这两个数据了 好吧 OK 那这节课就到这个地方吧